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愛自己 然後愛自己 喔喔 喔喔 Sorry 所以你過來 大家 這個呢 我剛剛有跟大家說 我像那個大紅花很吵很鬧 可是其實我有我的問題 像ADHD我很過動 我不容易專心或者各種問題 那我知道我很不完美 可是我覺得我有特色 不會覺得過動症或什麼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在座每一個人 你一定也都會有好的 或者是不好 自己不那麼喜歡的地方 可是其實那沒有什麼關係 唉 我已經緊張 真善 那個有一首歌那個 忘記了 反正說我覺得真是最重要的 那這三張照片 我怎麼放這個 這一張照片 這個是我去幼兒園參訪 這很特別 底下其實是小桌子 然後他們老師教他們用免費啊 用桌金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家撒站 那三個小床 然後呢 他們是走向那個園遊會的形式 就是如果你去那邊 就是給他園遊會票 就在那邊躺四十塊錢 這樣玩遊戲的 然後呢 我就去 我就好處玩嘛 就跟他說 好 躺四十塊錢 然後我還加上一個小朋友說 幫我拍照 我要額外服務 你看這張照片 有一個手指這樣都拍不清楚 他是六歲小孩拍的 這一張也是 我把那個沙灘拉過來 這樣十二禮拜 所以這些照片 他們不是像攝影師那麼漂亮 我覺得他也是很好的 因為他很真實 六歲小孩拍的 好 下一張 台灣 有人說台灣是鬼島 應該蠻多這樣在講吧 馬路政治不好 經濟很差 各式各樣的問題 很多很多人這樣罵 可是其實這是一個台灣地圖 他不是那個圖 我覺得他其實蠻美的啊 比方說像我有喬生同學 馬來西亞的同學 他說大概只有在台灣 可以這樣叫路人幫你拍照嗎 如果在國外在歐洲 像你可能被搶走了 這些地方都會想到 別人想 真的真的 那所以其實 大家看起來台灣人很不好 就像我一樣 我可能有不好的地方 可是他有沒有什麼好的地方呢 我們在這邊長大 我們在這邊出生 想一想他有哪些好處 哪些好的地方 覺得他不好 我們可以放在心裡 可是很重要的是 批評之後你要做些什麼 像剛剛有人說 他要幫那個 拉拉三個水蜜桃做些事 蠻好的啊 我覺得 那大家想想自己 或者你社群 就是簡單的撿垃圾 我自己住在新北市啊 沒有開始那個感覺 那路沒有那些垃圾 至少你做不到撿垃圾 不要亂丟吧 簡單的事情開始做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台灣不完美 可是他有很美好的地方 再來下一張 烏湯掛掉了 我幫你按幫他 文化因素 我覺得台灣人 其實普通 對於自己跟本身的文化 沒有那麼有自信 我在想 就是我猜 會不會我們經過子民時代 所以其實我自己猜的 就是其實很多我們都是 欸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就被指定 或被有點壓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不會這麼 比較沒有自信 或者我覺得有一些人啊 因為有些社會是 比較崇拜西方文化 而且比較看不起東南亞文化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可是其實我覺得 很重要的是 你要記得我們都是人 對啊 我們都是人 其實都是平整的 只是看起來經濟發展比較好 那又怎樣 我是這麼想來 然後我們強調的是 競爭文化啊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 工作要強 這塊資源大 給我們的錢永遠不夠 用這樣 好 來 再來一次我來的時候 聽到一個很好聽的那個 聲樂家唱歌 然後今天剛好大家是社會人士 我學校被有點年代 說不定大家聽不過 他很良心 可是我是因此 給我一點掌聲 有點緊張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阿蘇律祖像的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好唱不上去啊 可是啊 喔喔 好吧 我們要給大家猜 就已經按到了 橄欖樹跟三毛 為什麼我還聽這個 三毛有聽過的 稍微舉下手 或大概知道他的 你洗手代表演技師 蛤 沒有 他已經去世了 他是因為有點 如果還活著 大概七十幾歲的作家 他大概在二十幾年前去世吧 好 我忽然提這個人 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 除了台灣在我們最近也是大陸 那我不講政治或其他因素 我要說的是 現在入客來台 很多人都罵鑰匙 可是其實我從三毛的書中看到 入客來台的樣子就是台灣 大概三四十年前 剛開放館廣去歐洲Travel的樣子 就是其實 他還不懂得什麼叫做文化理由 或者他不懂怎麼樣是一個好的客戶 那我要想想的是 如果當你面對身邊有些入客 你要怎麼去相處 你要有你的原則在 可能告訴他不要這麼做 可是不用歧視或者是一個罵的方式 這是我的感覺 可是強調的來分享是我的感覺 這樣 你可以不同意 可是就是我下一張 好 入生怎麼看台灣 因為我自己念誘調 所以現在是大學生 所以其實有一些入生的朋友 那可是這個不是我想 這個是那個時代的文章 我去把他介入下來的 就是有人這樣說 因為最大我比較沒有辦法嗎? 然後誰會排一個 那邊真的很可怕 因為是不能排一個 就這樣搶的 繼承車什麼 要不然你就坐不上去了 然後還是蠻孤島的 這一個人他是說 其實他們那邊的文化環境是 上面的高層族起高牆 他們無法去流通資訊 可是台灣 我覺得有時候你關心你身邊的人嗎? 甚至你關心一些國際資訊嗎? 是很多我覺得 不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夏宴 有一個人說 其實台灣人的心動非常的驕躍 我覺得哇塞 真的好不錯 我覺得啦 我覺得 這雙國際上的地位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對於外的世界的懼怕 對於民主的堅守 或內部組件衝突 其實現在現在很多的 其實這一個是 有點歧視你跟外籍配喔 你怎麼看他 外籍勞工 你怎麼看他 會覺得 接近他們會不好嗎? 其實他們只是來這邊工作 不是這麼覺得 所以他們可能也出去都要當台勞 那其實怎麼說 就是我一直來這邊 就想分享就是 你要記得你是個人 然後不完美 別人也不完美 我們就是平等 都是人 你要先肯定 正要自己不完美 可是自己也還不錯 肯定愛自己之後 就可以愛我們世界了 接受自己缺少了一角 人缺了一個圓的故事 他是一個繪本 蠻長的 可是他簡單說 那個圓他在找 他缺掉那一角 所以他試了很多 但他中午找到那一角之後 他發覺完了 他是一個人 他就一直歸一直歸一直歸 他再也停不下來了 人不需要到完美 就是你就是有一角 完美沒有關係 然後自己每個都說 好 完了現在兩分鐘 那種話還多 來未來的時代 是一個分享的時代 剛才講前面強調競爭 尤其現在一個人的力量都有限 網路社群甚至像這種分享會 就會是未來很重要的力量來源 你認識哪些人 早上一起來做事情很重要 你就是人脈之源的來點解 下一張 我差點鐘到 焦點 我覺得焦點很棒 焦點很棒的地方是兩個 一個是你學怎麼講話 像其實我定念佑佳 所以我本身只要練鬥 我開始已經很緊張 可是它就是可以 你看看 那焦點可以學跟上台講話 或者是跟不同的人交流 而且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 第二個 請聽 所謂的請聽是不帶價值琵琶 你不要人家講一句話說靠 什麼想法 Sorry 你家在心裡頭嗎 什麼想法 這個根本就不行吧 專心聽一下不同領域 或者跟你不同脈絡的人去思考 你會聽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其實很重要 有的時候就會是你改變了奇跡 或者是更大的事業 下一頁 香港MAD 剛剛說分享會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香港有一個地方在辦分享會 而且它辦得很大事 它是會邀請亞洲的人 就是發指標 我忘記相關規定是什麼 可是就是把這個資源 介紹給大家 去查MAD Sample MAD是查 你要是有興趣就買一張指標過去 那邊冷 你可以得到的資源就會是 亞洲的資源 更多更大的資源 蠻好的 那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歷村有事 這是今年30 1月30到2015 忘記時間吧 就是已經過了 可是還有明年 它是每年辦這樣 來一張 我來參加這個分享會之前是成大辦的 然後它其實是以學生為主題 然後還有就是也是這樣 像我這樣跟大家分享 它是在校園也是在草地 那再來還會再辦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召喀論壇 它就是一個人 然後是跟一群人講話 不過它就是開放空間 場地自由 它會有一次兩個人在講 你可以隨時走過來走過去 或者你不想聽也可以去逛其他地方 很特別的一個很棒 召喀論壇 然後第二個 自由市集 有一些你 然後說你有心要賣粉一套 像上次有那個 我忘記有二手衣的 然後有一種賣國獎的國獎牌 然後開那種之類的 會去那邊擺台 那有興趣的人就可以過IP 然後再下一張 是不是很快 這是主辦的六個社卡獎堂 它會辦籌辦的原因就是 其中這些人都去過香港沒地 然後其實南部的資源跟北部差超多 完全沒有這麼多資源 這種分享會是你們的 所以他們想說 那就乾脆成大 那就這成大辦一個 而這六個就是分享者 那他們社卡獎堂 就是他們會去講他們聽到什麼 他也是同時有好幾個長次 因為時間不夠 那他會有一個方法 積極讓你去聽哪一場 好 下一個 那上次參加的人 然後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去年 好 下一個 喔 這一個人 侯志勳 是剛剛色卡獎堂的主辦 這個資源 他今年好像在韓主教會在辦一場 那如果你對本身 對中南部的交友分享會 或你這個有資源想要去用 歡迎加他好友 不過這個 這點是他寫的文章 因為他是一個 欸 猜猜看看大姐 我們要猜 大二 你怎麼認識他嗎 是他 OK 他這個人脈資源多 到別可怕的人大二而已 他還有參加 但是什麼台美學生議會 還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你想要認識學生資源 或者更多人脈資源 可以加他好友 不過他人太多 所以說加他太多太多 然後他說這個是完全不好的死法 可以加好友嗎 然後可以是不是會不好 他這種人完全不會加 但是有一點的 那一個他真的很忙 然後一個大二的男生 那但我們沒有親戚關係啊 就是人子裡想 好 下來下一頁 QA時間 我時間好像沒有了 謝謝大家